大家好,我是大雄 7月以来,乌克兰在战场上正经历严峻的考验 拖略此刻的缺口虽暂时得以修补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安然无恙 大俄在恰奇夫亚尔的北部尝试越过运河 却遭遇失败 这样人不禁联想到未来这里可能爆发的一场恶战 究竟大俄会把重心放在哪呢?难以预料 伯克罗夫斯克附近乌克兰防线的缺口不断扩大 阿弗迪·伊夫卡的失守后遗症挥之不去 哈尔科夫虽然暂时稳住局势 但代价却是东巴斯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战场上的士兵们期盼着春季新增的兵员 能尽快奔赴前线,缓解压力 然而大俄的高战损让他们很难实现更大的战略目标 每一次被歼灭的纵队都证明了他们 在长距离高强度机械化进攻中的无力 伯克安国内的政治气候也在悄然变化 泽连斯基逐步将关于领土的潜在公投提倡议实日常 乌克兰正面临在不可能和极不可能之间做出选择的困境 西方和大俄冷战后最大规模的人员交换 让一些爱好和平的人看到了希望 这是否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在释放某种信号呢 和平的代价又是什么 乌克兰和大俄的民调显示了两国民众点然不同的态度 虽然F-16战斗机已经进入战场 但乌克兰表示这些战绩也不会出现在前线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乌克兰的处境更加的艰难 7月13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 他在三周内第二次与大俄国防部长通话 强调保持大俄和美国之间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然而 别罗乌索夫警告称 大俄发现的乌克兰正在策划针对大俄的秘密行动 怀疑得到了美国人支持 虽然五角大楼官员对这一指控感到惊讶 但这件事还是引起了华盛顿的重视 在本月峰会上 英国新首相斯塔莫爵表示 他正在放松对武器使用的限制 这一政策转变受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赞扬 然而唐尼街10号被迫澄清 英国并未允许乌克兰向大俄发射导弹 这一立场自上届政府以来没有改变 7月11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拜登的双边讨论中提出 取消对使用美国武器袭击大俄境内的限制的问题 但拜登并未同意双方决定继续对话 这让泽连斯基和他的幕僚长伊尔马克感到失望 加利总理奥尔班在与川普进行私人讨论后声称 如果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他将迅速要求大俄与乌克兰进行合并谈判 并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芬兰总统斯图布则认为 乌克兰和大俄的谈判代表应该重新做下来谈判 大俄撤出乌克兰不应成为先决条件 德国计划在2025年将对乌克兰的援助 从2024年的80优元缺减至40优元 德国希望七国集团批准的冻结大俄资产 所得的500亿美元贷款 能够满足乌克兰大部分军事需求 加利和斯洛伐克请求欧盟帮助说服乌克兰 恢复大俄主要石油供应国 向东欧的过境运输 乌克兰的制裁措施已经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 乌克兰在军事援助方面也得到了各国的支持 乌克兰已经收到了6架F10战斗机 并与瑞典进行谈判 争取更多的战斗机 法国和英国也在提供军事训练和装备支持 大俄在战场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情报机构的估计 战争开始两年后 大俄损失约3000辆坦克和5000辆装甲车 尽管大俄在冷战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装甲车 但制造新型坦克或翻新旧坦克的能力 因零部件供应困难而受到阻碍 大俄依赖从欧洲进口的关键设备 现在这些设备的销售受到了制裁的影响 缺乏高质量零部件也是一个制约因素 大俄的炮管生产能力也面临挑战 虽然大俄似乎拥有足够的炮弹 但高射速导致炮管磨损严重 大俄只有两家工厂能够制造炮管 而所需的炮管数量远远超过生产能力 大俄的无人机生产得到了提高 但分析师认为 如果按目前的消耗速度 到明年下半年 大俄的坦克和步兵车辆 翻新工作将达到临近点 大俄的民意调查显示 对所谓特别行动的支持率有所上升 但也有更多的人支持核弹 而不是继续敌对行动 对战争的担忧仍然存在 比方认为乌克兰局势可能升级为 大俄与北约之间的武装冲突 对核武器使用的担忧也在增加 总的来说 战争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大俄在战场上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不断增大 而乌克兰则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继续抗争 和平的希望虽然渺茫 但并非全无可能 关键在于各方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 实现真正的和平 大俄认为 面对复杂的局势 冷静与智慧是唯一的出路 希望和平能够早日到来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占据 在不断的变化 特别是东巴斯地区的局势变得愈发的紧张 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的强大攻势时 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 然而战线的拉锯和资源的消耗 让乌克兰的防御变得愈加的艰难 虽然前线是并兵勇作战 但后方的支援是否能够及时到位 这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显得有些冒进 特别是在恰奇夫亚尔和布克罗夫斯克的尝试 然而乌克兰并没有轻易的让步 每一次战斗都是以血肉之躯 对抗钢铁洪流 虽然俄罗斯在某些局部战场上 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乌克兰并没有因此被打垮 反而在多个战线上进行了有效的反击和防守 资源斯基政府在国际上的努力 也不容忽施 通过与多国进行外交磋商 乌克兰获得了包括F-16战斗机在内的 重要的军事援助 这些援助虽然不能立即扭转战局 但却大大增强了乌克兰的空中作战能力 同时乌克兰国内对于战争的决心和支持 也在持续的增长 这无疑给前线士兵们注入了新的力量 另一方面 俄罗斯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尽管在战场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但高额的战损率 让其国内的经济和民心面临巨大的压力 生产线的问题 技术上的短板以及国际制裁的影响 都在逐步的削弱俄罗斯的持续作战能力 虽然俄罗斯依靠康大的储备 暂时维持了战场上的焦耗 但长远来看 这样的战略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与此同时 乌克兰在国际社会的支持率逐步的上升 西方国家不仅在物资和技术上提供了援助 更在道义和舆论上给予了乌克兰一大的支持 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 乌克兰成功的让世界看到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坚韧与勇敢 北约的介入使得局势更加的复杂 虽然北约并未知机的参与战斗 但其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俄罗斯的制裁 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场上的局势 北约成员国在军备情报技术等方面 给予乌克兰的支持 使得乌克兰在这场不对称的战争中 有了更多的反制手段 在国内乌克兰政府也在积极的应对战争带来的挑战 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和社会的动员 乌克兰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战争的后劲共赢 和国内的稳定 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但乌克兰民众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 显示了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和对胜利的信心 在战场上 乌克兰军队展示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他们利用地形和气候的优势 对俄罗斯军队进行了有效的阻击和反击 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战争团 乌克兰军队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通过灵活的战术和坚定的意志 他们不仅抵挡住了俄罗斯的猛烈攻势 还在一些地方实现了反攻 俄罗斯的乌克兰士兵们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无畏的精神 他们不仅在与敌人的正面交锋中毫不退缩 还在敌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游击和迫害活动 这些行动有效的拖延了俄罗斯的进攻步伐 为乌克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特别是在一些战略要定 乌克兰士兵们的坚守和反击 打破了俄罗斯军队的多次进攻计划 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 乌克兰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特别是西方国家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支援 使得乌克兰在战场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通过与盟国的合作 乌克兰不仅获得了物质上的支持 还在战术和战略上得到了宝贵的建设和帮助 然而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整个乌克兰 尽管在一些战场上取得胜利 但乌克兰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 战争带来的破坏和创伤 需要时间和努力去修复 特别是那些被战火波及的地区 重建家园 恢复生产 重拾生活 成为了战后急需解决的问题 乌克兰政府在战后重建方面 也在积极的筹划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乌克兰希望能够在战争结束后 迅速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 特别是在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 乌克兰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 通过与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的合作 乌克兰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重建一个繁荣和稳定的国家 总的来说 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 展示了顽强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 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但乌克兰人民并没有被压倒 反而在困境中展现出了坚韧和勇敢 大雄相信 只要乌克兰人民团结一心 坚定信念 最终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实现和平与繁荣 战争虽然残酷 但它无法摧毁乌克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希望和平的曙光能够早日到来 让乌克兰重新迎来光明的未来 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努力 也逐渐的获得了认可 塞列斯基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 成功的承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盟的框架内 乌克兰的声音越来越受到重视 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声援和支持 不仅在道义上增强了乌克兰的信心 也在实际行动上 给予了乌克兰巨大的帮助 然而乌克兰倒想在这场战争中 取得最终的胜利 依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在军事上 乌克兰需要继续的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 提升军队的作战水平 同时在经济和社会层面 乌克兰也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稳定国内的局势 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在军事上